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这是一部名为《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它的主要思想是 二战中,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很清楚 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必败 但是日本的激进派们还是决定打一场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相关信息 众所周知,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9年,德国人侵略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打响 但是直到1941年 尽管德国已经攻陷法国并发动对英国的轰炸 美国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却始终没有参加战争 美国蒙受巨大的伤亡 直至1941年12月7日 日本袭击美国位于太平洋的珍珠港 第二天,美国的总统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向日本宣战 四天以后,德国以日本盟友的身份向美国发动了战争 从此,美国被彻底地投入到了二战中 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势力一起 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本小说讲述的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 有关珍珠港袭击的文献和电影资料相对较多 但与其他类似的著作相比 本文并未将重点放在事件的发生上 而将视角集中在1941年4月至12月之间 逼者以为,由于日本入侵所带来的物资匮乏和独特的政策决定 使他们明知袭击珍珠港事件会给日本带来严重的灾难 仍然采取了不计代价的措施 同时,本文还对日本军人习惯性的赌博心理进行了深刻剖析 并指出这是造成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 让我们谈谈此处的枯田江里 日本的美国女性学者 枯田江里生于1971年11月生于日本东京 曾就读于日本、美国及英国 她主要从事国际事务方面的工作 由于她的出身 她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在这本《关于珍珠港袭击》的著作中 她还撰写了《泛亚洲主义与日本的战争》 1931至1945 对日本所奉行的亚洲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融对日本造成的灾难 在简单地介绍了本书的作者和背景之后 我会给您讲解一下这本小说的具体内容 本书的核心有三个 一是日本在开战之前就注定了失败 第二个要点 为何日本人总以为对美国的战争是输定了 但他们还是要去打仗呢 第三个要点 日本做出如此自相矛盾的决策 和日本的政治制度有何关联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介绍 第一段 首先来说 日本之所以会在开战之前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 在珍珠港这个位于太平洋诸岛之一的海港 于1941年12月7日引起了全球瞩目 美国太平洋海军的大本营珍珠港当天被日本人偷袭 从这一次的战斗中 珍珠港的袭击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12月7日早些时候 日本六艘航母上的183个战机腾空而起直冲珍珠港 7点53分后面传来了虎的消息 表明他们的突击队已经取得了胜利 随后 168架战机在第二次进攻中再度发起了进攻 这场战争历时90多分钟 美国在匆忙作战中伤亡惨重 8艘军舰 4艘沉没 1艘在岸上 6艘军舰 3艘驱逐舰 188架战机 2400多人在此次空袭中死亡 日本仅有29架战机 55位驾驶员 数艘小型潜水艇 袭击得手后 日本全国人民都在庆祝 日本随后又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侵略性的活动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菲律宾都被日本占领 日本倡导的大东亚共荣方案 似乎已经获得了成功 然而 在日本袭击了珍珠港之后 美国非常愤怒 并且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直到日本发动突袭 美国驻日的使节和使者 终于将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式交给了美国 正因为如此 罗斯福总统才将12月7日作为美国的国耻纪念日 美国于12月8日宣布对日战争 四天之后 德国 日本的盟友 向美发动了战争 自此 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的美国 被彻底地拖进了二战 这些都是关于珍珠港战役的一般看法 然而 也许你没有想到 在本书中 日本的科研人员在袭击珍珠港事件以前 就有过类似的猜测 与美国这种强劲的敌人 发动太平洋大战 日本的机会微乎其微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与美国发生战争 终究是日本的重大事件 所以 在袭击珠子以前 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交涉从未停止 直到1941年2月 野村及三郎作为亲英美的外交人员 被派遣到华盛顿 作为驻美的大使 与此同时 日本也在积极准备战争 1941年4月 日本还设立了一个名为 综合战争研究院的组织 它是日本总理直属的 它的主要成员 都是国家的高级官员 它的设立 就是为了为日本的军事 和政治领导人提供支持 经过长达六个星期的仿真 并对国家的策略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果 如果日本和美国打起来 那么 日本就会输 最后 得出的结论是 假如 美国与日本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 日本或许会在某些战斗中占据优势 但之后就会进入僵局 而日本的物资 也会逐渐枯竭 最后必然会功亏一篑 而日本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 也同样不看好这一战 在袭击珍珠港的时候 山本五十六就在筹划着一场 对美国的重创 但是 它在一次战前的一次会晤中指出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这场战斗 必然要持续数年之久 其后果就是日本的能源消耗殆尽 最后日本陷入了贫困之中 它还说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话 一场没有任何希望的战斗 就不该打 为何如此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吧 日本于1941年 被严重的侵略战争所困 虽然日本在中国的战斗中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但日本在开战之前所说的三个月内 要终结这场战斗的豪言壮语 已经彻底失败了 尽管南京是当时的都城 但是蒋介石政权 还是在重庆的临时首府进行了反抗 而在占领地区 中共在敌后的抗战部队 也给日本人民以重创 日本要中国低头 尽早终止中日之间的战斗 是痴心妄想 由于中日战争尚未结束 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冲击 我们都清楚 1931年 918事件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并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逐步推进华北 直至七七事件的全面打响 在此进程下 日本在中国驻扎的部队越来越多 而日本的兵役法 也在逐步削减军人的兵员素质 例如将原本1.55的最低身高 减少到1.50 符合服兵役条件的日本人的比率 一次又一次的增加 到了1939年 达到47% 而粮食短缺也是一种现实 说明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日本人的主要食物是稻谷 但是到了1940年夏季 连日本最高级的饭店 都只提供便宜的进口稻谷 因为稻谷的味道 实在是糟糕的让人嘲笑为耗子 到了1941年4月 连东京都的粮食 也要凭一张定量的优惠券买到 到了1941年12月 日本99%的人 只能依靠它来吃最便宜 最难吃的稻谷 日本不但食物缺乏 而且内部也非常缺乏 因为油 煤都市军事用途 所以日本人要烧柴火 连公共汽车都是以碳为主 日本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设立了规划机构 负责制定统一国家政策 1940年 规划处曾仔细地研究了 美国及日本的矿产储量 最终得出的结果是 美国拥有超过日本500多个原油 20个生铁 9个铜 7个铝制 以及其他一些商品 美国人军工业产出 比日本高74个百分点 正如日本综合作战研究院的分析 日本在珍珠港伏击之后 在局部地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不过美国人在物资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美国的太平洋部队在珍珠港遭遇了惨败 而美国的航空母舰却安然无恙 这也多亏了美国的强大支持 才让他们的力量快速地复苏 就在中途岛开战的时候 日本的部队也在珍珠港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失败 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的战机289架 航空母舰4艘 美国与日本的整体力量都在这场战役中得以展现 比如中途岛之战的一个多月之前 有一次珊瑚礁海战 日本的祥赫号在海上负商 修整一个多月 美国的约克城号也受到了重创 不过美国人只花了三天三夜 就把约克城号给修理好了 这件事在中途岛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受损的那艘航母至今还在修理车间里 日本在中途导致战后 在太平洋的海上战争失去了主动 战争逐渐蔓延到了我国 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枚核弹之后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了无条件的投降 我们刚刚谈到日本珍珠港袭击事件 美国也加入了战争 日本则是在战争中陷入困境 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太大而失败 但是笔者却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甚至军事领导人 都预料到了这场战争的失败 问题在于面对一次毫无希望的战役 日本为何还要一心一意地开战呢 第二段 为什么日本明知必败 还要和美国宣战 简而言之 就是日本想要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 进行一场疯狂的赌博 首先 由于日本的战线越来越长 美国对日本出口的石油 橡胶和粮食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形势下 日本不得不冒险和美国打仗 日本要想向美国领导的西方大国发起挑战 就得承担巨大的危险 1931年 由于日本入侵中国 日本被迫从国联中退了出来 这使得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声名狼藉 在国联期间 日本假扮得强大 一度赢得了许多欧美的青睐 但如今 侵略中国的丑陋行为 却让日本的和适老的面具被揭了下来 因此 日本所面对的 是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 日本还加紧了对中国西南部边界的侵略 以迫使中国早日屈服 中日战争之后 中国不得不中断了海陆 向中国提供的国际援助 大多来自于西南边界 1940年7月 由于英国实行绥静 英国曾一度封锁 滇缅高速公路 然而 在这一年9月23日 日本人在法国的北方 占领了大约与现在越南北方的印度支那 其目标就是要切断滇月铁路 和中国的国际食品供应 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北方 立即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响 英国不但重新开放滇缅高速公路 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 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资金 更令日本头痛的 还是日美两国的紧张局势 美国于1983年中期起 对日本的一切飞机 实施了道德上的封锁 美国于1940年1月 对来自国内的工业原料 实行更为严厉的管制 5月 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海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使日本感觉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袭击 这让日本十分气愤 要知道 日本一向是个能源大国 许多原材料都要从国外购买 上世纪40年代 日本93%的原油 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日本对印度支那的北方侵略 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英美两国向中国的援助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美国立即增加了对中国的支持力度 美国的进出口银行 又给中国提供了5000万的金融支持 并且对日本实行了对钢铁原料的封锁 在日本侵略印度支那以北四天之后 即1940年9月27日 日本与意大利和德国 订立三国联盟协定 日本相信 与这两个国家 特别是德国签订协议 可以阻止美国 迫使美国停止向中国提供的帮助 从而加速日本的战争的终结 同时 日本似乎并不打算在外交方面 与美国进行磋商 正如上文所述 自1941年2月起 野村及三郎在美期间 与美国进行了磋商 直到珍珠港的事情发生 这名驻韩大使 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 根本不清楚日本的袭击计划 其次 日本在太平洋上 打了一场南方的太平洋战役 这一点在日本看来 打一场南方的仗 固然危险 却也不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还有几个日本与美国的会谈 日本与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 抵结了一个中立性协定 日本认为 在结合德国、意大利、日本、欧亚之间的联盟 日本同样陷入了空洞的外交成功 与此同时 美国也会对日本有所顾忌 不会轻易地与日本决裂 此外 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未向苏联宣战 而德国却对日本置之不理 令日本大为光火 而最近日本和苏联签署的新的协定 更是令人难堪 对日本来说 究竟该支持德国北上进攻苏联呢 或者往太平洋扩展呢 日本于7月2日召开了一次预前会谈 日本政府决定对南方开战 日本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出于多种原因的 首先 日本相信 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于欧洲 太平洋地区已变成了一个力量的真空区域 东南亚地区有大量的大米 石油和橡胶资源 如果能占据该地区 日本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 其次 日本觉得他们才刚和苏联达成了协议 现在就去和苏联开战 那就是日本缺乏信义 没有了这种信念 它和美国的会谈也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 日本还没有能力在中国的东北部 对苏联发动战争 1939年5月到9月间 日本对中蒙边界的苏蒙联合部队 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攻击 经过四个多月的激烈战斗 日本遭受了日俄两国交火后 第一次最严重的失利 日本在与美国交涉的同时 也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 首先 法国于7月22日达成折中协议 同意日本提出的印度支那南部的和平占领 并获得八个空中机场及两个海港 两天之后 日本在美国的日本的财产被冻结 日本并未停止回应美国的回应 而是在7月28日 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南边 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 美国于8月1日 对日本实行了对齐的原油禁令 我们刚刚提到 日本93%的石油依赖于美国 日本现在是骑虎南下 而西方国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开战 日本如果不出手 很有机会就会失去 最终 日本选择与美国交恶 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后 军国主义的盛行 我们都清楚 日本在1960年代的明治维新之后 可以说是一次翻身 两次与老牌强国的交锋 都激发了日本人的赌博心理 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入侵之路上 日渐深入 1894年 日本与清朝发生了一场大战 在此以前 没有人相信日本会获胜 因为清朝通过雇用德国等各国官员 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力量 北方舰队 这也是清朝的远东第一舰队 然而 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一年 清朝就不得不签署 马关协定 将台湾及辽东地区 划归给日本 1904日本与俄国之间 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就拿国土来说吧 日本这个小国家 要和一个强大的亚欧国家对抗 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大战 最终日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世界强国 尽管风险很大 但是这两次轻松的胜利 却让日本人的野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这也促使了日本在军事上迅速前进 在战争开始之前五个多月 勇也把作战方案交给了勇也 勇也告诉他 如果日本和美国打起来 不出18个月 日本就会失去所有的缘由 不过 他并没有下定决心 相反 他相信日本人必须要反击 这也是日本政府做出的决定 首先 由于美国的物资封锁 日本的物资日益短缺 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 其次 日本相信 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 而太平洋则成为了一片空白地带 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三 美国虽然很强 可是中国的两个敌人不也很厉害 日本不也同样战胜了他们吗 因此 尽管从整体上来判断 日本是输定了 但是出于赌博的心理 他们还是选择了与美国一决高下 第三段 下面让我们谈谈 日本的皇帝尽管也害怕和美国的战争会输掉 但是由于日本的政体冲突 他未能制止这次的军事行动 就像纽约时代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一个强国的政体如果不健全 就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危机 我们说了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 日本派出了驻美大使野村 与美国进行了磋商 因为日本很清楚 一旦开战 日本将面临灭顶之灾 御人 时任日本皇帝 11月30日 与他的哥哥轩人举行会议 他说 若不制止这场战争 等到12月 当海军正式出动 这场战斗就不可避免了 日本天皇也表示了对这场战争的担忧 他亲自向自己的哥哥表示 他担心自己会输掉这场战争 不过 他也说了 与美国的战争 是国家和军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做出的 日本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拒绝的情况 因为日本的法律 并没有对日本的否认 做出任何的拒绝 1882年 日本军事法令中清楚地指出 天皇享有军事上的最高权力 然而 日本后来出台的一套法律 并未对军方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做出清晰的规定 造成了日本政坛的巨大影响 例如 士兵们可能会绕开日本的军队 对日本的皇帝们进行某些提议 而这种提议 往往是直接的武力行为 日本的918事件 是日本的关东军 为今天皇和内阁的同意 而自行决定的 当然 日本政府随后也认可了此类行为 日本的内阁总理制度 也有些自相残杀 虽然说内阁总理为首相 可是内阁中的人 并不直接向首相汇报 他们只向皇帝汇报 这就导致了 内阁中的军事力量 不管是军事部长 还是海军部长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战局 日本之所以能坐上亚洲的主宰位置 是因为军事上的大胆举动 这让他们经常无视总理 一心一意发动了一场大战 珍珠港事变两个多月之前 有一次 在和珊珊园的顾问交谈中 大总管夸口说 日本在太平洋的战役中 三个多月就会取得胜利 当年卢沟桥事件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军事部长 说要一个多月就能赢 可是四年过去了 你要如何向他交代 美国参谋人员为中国国土辽阔 地理环境错综复杂 太平洋的面积比中国还要大 你竟然说要在三个月内解决 据日本历史记录 这名军事顾问 在受到天皇的询问时 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之色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胆量去阻止军队的冒险行为 有时 这也是日本首相想要利用的权利 例如 在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间 作为日本的总理 他曾在美日两国的紧张局势下 试图劝说双方达成美国的协议 其中就包括从中国撤出军队 从而防止战争的发生 10月份 他的心腹是苏联的卧底 被迫辞职 东条英姬 禁卫政府的军事部长 组建了日本的总理 东条英姬对同美国的战争 有什么看法 日本京都有一座有名的佛教寺庙 名叫清真寺 东条英姬曾说过一段 与此庙相关的话 有诗人要勇敢地去做事情 好比从清真寺高台上 一跃而下 闭上眼睛 那是军队在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 我们已经说了 山本五十六 日本海军的指挥官 觉得和美国开战 没有任何希望 不过 他觉得 就算是皇帝都答应了 那就一定要对他死心塌地 在他自己看来 军队要开战 从来没有被皇帝拒绝的例子 于是 在这个矛盾的制度下 一次注定要输掉的战斗 终于爆发了 日本大败局 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 一书的主要部分 已经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首先 不同于我们以前的认识 日本的科研机构 政策制定者 和军方领导人 在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 就预料到了资源短缺的必然结果 但日本虽然知道自己输定了 却依然坚持要打 一方面 他们的资源本来就很少 而太平洋的东南亚 则可以缓解橡胶 石油等资源的不足 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二是日本人相信 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欧洲的战争上 太平洋是一片空白 所以 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日本人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 也有一种盲目的赌博心理 他们相信 美国虽然很强 可是中国的清朝和沙俄都很厉害 日本也是一样的 因此 日本人决定孤注一掷 日本的政治体制 是造成这场内战的根源 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 都不能对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掌控 军政府制度 逐渐走上了一条绝路 将整个民族乃至全球 都拖入了战火之中 我们对这位作家的看法 进行简要的评论 笔者指出 日本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从而使太平洋战役走向了必败之地 所以不能说 日本人民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但是 我们也可以设想 假如一群领袖被更换 他们是否还会发动战争 在那个时候 日本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疯狂当中 他们认为自己是亚洲人民的救世主 如果他们被这一观点所迷住 那么 他们就会遭到所有人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全体人民都应当重新思考这场战争 而这样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全结束 事实现 不妙的